你好,欢迎收看今天的马经理的中国菜。 今天我要的手的菜叫做十字头。 这道菜的材料有猪肉、盐、料猪、姜、 糖、油、老抽、糖、麻油、红、鸡汤、蛋、油米、点粉和白菜。 这道十字头小吃起来不但甜甜的, 而且甜甜的,所以味道很好也很下饭。 这是一道很有名的菜。 现在我就来示范这一道菜怎么做。 第一步,把猪肉、盐、料酒、醬油和老抽、糖、麻油、 放进碗。 第二步,把油、米、点粉、鸡汤和蛋放鸡碗。 第三步,把肉做成圆球。 把猪肉放进锅子。 把酱汤。 第四步,把白菜和鸡汤放进锅子。 把酱汤。 第五步,很整。 这道菜。 这道菜很不单造化。 简单,而且也很好吃。 夏天天气很热的时候。 来一盘石头。 来一盘石头非常好吃。 外国人吃的肉丸,味道太咸了。 这道菜。 我觉得十四头比较好吃。 希望你会喜欢我今天介绍的这道菜。 。 谢谢你收看今天的节目。 谢谢你收看今天的节目。 。 祝大家有快乐的一天。 我们下次再见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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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